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点课我们讲到了 我们 如何区分 浏览兼容性 浏览器兼容性的问题 像我们如何取消默认行为 对吧 包括如何取消冒泡 以及如何得到实践 那接着呢 我们说以后想用到这些的时候呢 每次都要写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封装起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封装到我们的这个 找到我们是不是写过一个 invent的util这里边 对吧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来继续来封装就可以了 假如说我们还想封装 想得到对象的 我们可以叫getevent 那这时候呢 我们传一个event就可以了 把这些兼容性的问题 我们来解决了 所以turn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三云算符 如果有这个event的 我们就使用这个event的 那否则呢 我们就使用windle.event就可以了 对吧 像我们得到这个event的对象 返回event的对象的一个引用 包括呢 我们想得到这个目标 get target target function 也是传一个event 那可以通过 还是 如果有event.target 这时候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event.target 否则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event.src的element 来区分 这样一下呢 我们还可以来向 取消默认行为 我们可以叫做 prevent.t event.default 我们可以叫 function 以为ent 把它的坚弱性也写进来 判断一下event.prevent.default 如果有它的话 我们直接调这个方法 否则的话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event event.return value 给它设置成false才可以 对吧 接着还有取消这个冒号 我们可以通过 stoppropagation 这都是写过的 只不过之前分的写的 判断一下 if event.stoppropagation 那我们直接调这个方法 就可以了 调stoppropagation else呢 把这个cancel bubble 设置成true cancel bubble 设置成true就可以 这样的效果 也行 也可以 也可以 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封装完了 想用的时候 直接来用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测试 来一个test test test12 首先把它引过来 script src invent utube.js 接着在这呢 假如说我们有这个按钮 可以给它来添加事件 button test id呢 button1 btn1 btn1 好 接着来通过invent youtube.add handler给这个btn 啊 首先先找到这个btn1啊 byr btn1等dg btn1 给它来添加就可以了 btn1 添加click实现 对吧 那接着指定一下 你可以指定我们的时间处理 函数程序 也可以直接来写 直接来写的话 我们可以来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 得到一下这个invent的对象 我们可以通过invent等于invent invent就可以了 对吧 得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来target 另外一个target 在这需要传入一个invent 也是通过invent util 第二个gettarget 是不是就可以得了 得到了 对吧 也需要把这个invent传进去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alert一下 target.tagname 是不是得到当前的人数名称 对吧 实验一下 是否可以的 得到了 input input 没问题 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试验一下 取消 默认行为 我们是不是写过 超链接的默认行为 对吧 来一个换行 跳转到我的播客 过人播客 好 那现在我想取消的话 我可以再来写一个 id等于my block 同样的在这需要来找到他 VR 假如说我们叫link dg dg my blog 好 接着呢 我们通过他 想取消我们的这个默认行为 那接着我们先可以可以来添加一个 写一个link.onclick 等于function 在这里边取消他的默认行为可以通过得到这个对象 等于invent getinvent getinvent 好得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invent event envent youtube 我们取消这个默认行为 叫prevent default 对吧 在这里边呢 把这个invent传进去 就没问题了 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好 是不是也取消了 对吧 并没有 跳转 对吧 第三个 再来取消一下我们的mop号 再试验一下我们的mop号 再来一个 delevit 警号box1 下再有一个input button test1 id btn2 同样的来给他添加一些 这个点击事件 这个点击事件 对吧 vrbox1等于dgbox1 接着vrbtn2等于dg的btn2 再往下给他们分别来添加一下 分别添加一下 假如说我们直接来写box1 box1 点击 click 等于一个function invent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首先alert一下 像div click的 想取消 想取消什么呀 对吧 你要想取消我们这个mop号 你可以通过invent 或者我们在这个button中来取消也行 function 在这儿呢 alert一下 button click的 在这儿再来取消一下 通过invent event event youtube 第二一个stoppropagation event 这样的效果也可以 对吧 你可以得到一些event event等于event event youtube 第二 getevent 好 再往下呢 我们再来给这个body 加一个就行了 document 这样的效果 那来试验一下 是不是也取消了 对吧 看div 这一块我们没有取消猫炮 是不是会晚上猫炮啊 好 证明我们封装的这个已经可以用了 啊 已经可以用了 这是我们如何把我们这几项兼容性的 啊 在这儿 这几项兼容性的 问题 给大家解决了一下 啊 解决了一下 当然呢 你还可以写更多啊 往里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里边呢 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实践 对吧 这些实践呢 我就会一个一个带着大家来试了 等以后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以一些实际案例的形式来演示这些事件 但是呢 一会儿待会儿我们会讲到一个像我们的表单验证啊 表单验证 其他的呢 其实我们这些事件呢 啊 可以分为以下这些几种 像我们的这个 啊 其实这是所有的事件了 像我们的这个UI 对吧 像我们的UI事件 或者说焦点事件 鼠标事件 等等啊 有好多事件 在这里边呢 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个啊 在这里边有一个加载事件 包括现在事件 这个是我们应该先会 在这儿 onload 在哪儿啊 对 在这里边 找到onload 你看到这个 onload呢 是一张页面或者一幅图像 完成加载的时候 对吧 他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直接会给我们的这个 body 来指定我们这个 onload的特性 在这块呢 其实我们要写过js的时候 啊 我们要写 某些 你看我们经常在做这个案例的时候 我是这么写的 再来一个例子 你看一下 区别啊 test unload 13 在这儿 假如说有一个input button test1 id等一个test1 接着呢 我来一个on click 我就直接在这写的话 没事 掉一个fumc 就是一个测试嘛 对吧 那接着在这一块 script script function fumc alert this is a test 好 来运行一下 在这儿啊 我们先找一下 document 对 var bt 或者test1 等于dg test1 alert一下 test1 再alert一下 laces的test 这时候就会报错了 看 这是我一般啊 现在这是没问题的 但你看到我们做例子的时候 我是不是把这script 写到下面了 对吧 但如果此时你把它放到上面 这时候你再看 这就不一样了 来 我放到哪儿了 来看一下 就不掉了 就直接来写 不用掉这个方法 我们先找到它 给它来添加 对 给它来添加一个点击事件 然后我这么写 test1 第二生一个 on click 等一个function alert this is a test 好 看这样一个问题 小心 点它有反应嘛 对吧 那现在你看到 只不过把它放到上面了 但在这看一个问题 看到的set property on click of not 在这里边 首先找到这个 此时 现在有这个test1嘛 对吧 程序从上往下找 走到这的时候 此时我们的道名元素 还没有 完全加载完毕 所以说这时候你这么写 就会报我们这种错误了 那现在来看一下 一般来说呢 我们可以在windows上面 就是我们的windows对象上面 发生任何事件 我们都可以在我们包的元素中 说可以通过这个特性来指定 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页面加载的时候 我可以让它叫上unload的一个 可以在这来指定我们这个unload的属性 我们可以弹出一个框 alert一下 hello mess 来看 当我们加载页面的时候 是不是弹出了一个hellomess呀 对吧 这是可以的 好 那接着再往下 其实呢 我们为了保证向后建设的那种方式呢 我们所有浏览器呢 都支持这种方式 都支持这种方式 但是呢 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混合着写啊 对吧 把我们的js和html写到一起 我们可以通过谁呀 是不是可以通过 在这来加上就可以了 对吧 假如说把它先删掉 我们把我们那个文件包含过来 在这里边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写上一个 invent来添加就可以了 youtube deboding 添加 body 给window对象 加上一个unload的时间 没有啊 直接写load 对吧 在这呢 我们可以来 alert一下 效果也是一样的 再刷新 好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效果 那其实呢 这个load事件啊 代表的是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元素 加载完毕 或者说图像 加载完毕之后 我们调用的处理程序 时间处理程序 你看到在这也给大家写了 unload 一张页面 或者一幅图像 完成加载 这也是有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看到一个页面 对吧 假如说你想等页面很大的话 你想等到所有的元素 全部加载完毕之后 我们再来 执行某些事件 就可以把它 所有的都放到我们的 window.unload里 这样的效果 对吧 因为有的时候图像很大 你必须等这个图像 加载完毕之后 才能触发某些事件 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这个 啊 用户的体验 也不是很好 你需要 假如说这个图像很大 一直让用户在这等 用户可能也等不下去 对吧 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 你这个元素没有加载过来 你直接来点 你看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没有效果 其实还没有找到 对吧 还没有找到 但是呢如果你是这么写的 你看 假如我们再来一个 把刚才就是这样吧 只要把它加到哪呢 你看我们可以把它加到 window 表 漏在里 这时候就可以了 好 好 这一块呢 我们把它 租掉 看一下 这时候就可以了 对吧 等所有的元素加载完毕之后 我们再来 调用 啊 再来执行这一块 这是可以的 同样的呢 不论是我们的页面呢 还是我们的图像 都可以实现 啊 都可以实现 假如说我们再来一个 啊 拿一个图像的 来试验一下 在这儿我们可以 再来一个例子 测试一下图像的啊 test unload 14 然后在这儿有一张图片 image src 来个1.gpg吧 我找一个 给它直接来写 unload 在图片上也可以来应用 比如说我们如果图片 加在me之后 我们 alert一下 image loaded 好 这可以 那找到这个1.gpg 我们可以拿一个啊 把它拷过来就行 图片 看一下这里面一个图片啊 好 这个拿过来 复制 拷贝 放进来 我们叫1.gf 好 1.gf 没问题 那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 当这个图片 加在文笔之后 会弹出一个 image loaded image loaded 这样的效果 啊 也可以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啊 这刚才是直接在这个 标记中来写的 我们也可以来添加 添加也可以 所有的 然后再来 p 把它注掉也行 一样的 好 我再写吧 image 1.gf 那现在找到它 来给它添加 这样一个效果也可以 vair 一个img 我们叫做 id 也叫img 对吧 那接着通过invent event event u.i的handler 添加一个什么事件呢 给我们这个image 添加一个on 添加一个load的事件 unload的事件 function event invent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来 假如说你想得到这个图片的路径信息啊 对吧 也可以 我们可以通过 先得到这个对象啊 event 等于invent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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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谈注意一下 你将得到这个图片的信息 你可以通过invent youtube 表现一个gettarget 对吧 在这里面呢 可以通过src src这个事情就可以 得到访问图片路径的一个信息 对吧 因为我们的世界目标 是不是就这个图片元素啊 来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小心 你看 刚前的 我们这个图片路径信息 在哪 是不是已经显示出来了 对吧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也可以 这是我们的load实践 对吧 我们的load实践 那接着呢 与load实践相对应的 还有unload unload load呢 是加载 unload呢 就是我们的卸载 在这呢 其实也有 这况呢 大家自己来试验一下 unload 用户退出页面 或者说你强制刷新的时候 这时候呢 会触发这个事件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在 你自己来试验一下 包括un before unload 这个事件呢 也可以刷新或关闭的时候 来出发 好呢 在这儿的事件这一块 我们主要就先讲 这一个 unload 对吧 unload 包括呢 以后我们也可以 拿它来做一些 效果 因为我们这里边事件太多了啊 就没有办法 一一给大家先讲 而且呢 这样单独讲的一些 简单的事件 像拖动啊 动画啊 都给你演示一个简单的例子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在之后的课程中呢 我们会拿一些常见的 我们在开发中的实战案例 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对吧 来做一个讲解 那这一块呢 先把这个主要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事件流 包括我们这些 讲的这些事件中的一些 必须要记住的 包括兼容性的问题 大家搞清楚就可以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 再练习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那下节课呢 再带着大家 把咱们这个表单验证 做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课 第一部分内容 就到此为止了 那第二部分呢 更多的都是我们的实战 包括我们的代码了 按例了 以及我们的这个 性能分析这一块啊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咱们开始 咱们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